安靜 安靜 我差點不記得你過 我的鵝鵝體操我 我表演給你看 祝福一向,你撐下去了 好啊,我現在下去 完美落地 满分 老公 老公 你有事嗎 拜託你不要給我害怕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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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你媽 應該 一定看我 對 你媽等著看你去住宵 他在幫你笑 快起來 到這裡要來 來 安潔 你聽我 我會告訴你小秘密 只有你知道 我小時候 有嗎 都叫我 小雨 就是 明亮天空的意思 每個人都有小明 我也有 我小孩的時候 我媽媽都 會不會說 本姐 你 真的不知道 你對我來說 有多重要 我是為了要尊小 我們也有所 我這 一直拼 一直拼 很辛苦 這 走到今天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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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這位 是 麻煩你到三天 我讓他給他 好 謝謝 來 起來 快點 快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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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很好 安姐 趕快吃 喂 安姐 你現在在哪裡 不是說要回來了 哥 我告訴你 在門口 你喝酒了 這個人 跟他無法 你趕快出來 找什麼 問他怎麼喝酒 不是說要吃你 沒啦 你待會兒是阿嬤上來 天啊 真是死 你消息一下 來 總之是跟他比我們帶回來 他不是去那小弟哥學長的飯酒給你吃 怎麼喝酒 你不知道人 因為學長跳過他要把我調籃 比二哥喝酒才願意讓我走 二哥就要帶你去 他就打通關 喝完五大杯的紅酒 五大杯 我那個酒兩千人賣 你小孩又知道你 你不帶你的動酒 都是我不對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酒兩千人賣 因為在泰國那裡 心靈酒做的人是我 他一定是因為 大英靈大哥 要把你平安帶回來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麼用 帶你的動酒 但是你還可以幫他 是啦 我如果沒有去找學長 就會發現這種事情 是啦 靖宇 不要再問我安靜了 你也是因為我 要去探聽 集中的朋友的兩個人 給我檢調證訊的狀況 不定義 才會帶你的小弟哥出來吃飯 就是要討論他 探聽他消息 我隨時可以應變 靖宇 原來是這樣 是的啦 安靜 大師傅不是挑戰要怪你 我的這個問題是因為 以前我在便宜裡面 有經過很多 急性酒精中毒的病患 所以我知道 文瑤 曾經這種 酒量比較壞的人 很有可能是因為 他的肝臟代謝酒精的速度有較慢 萬一在酒精在火的當中 搶到一定的濃度時 很有可能造成 抑制中枢神經修課 我開始是不要聽過 急性酒精中毒 是一種危險的急症 你想要知道文瑤酒量不好 好 最近媽媽有主持的酒精嗎 我有注意到文瑤酒量都沒喝 後來有一次我跟他講 他想問他 他不知道說我知道 我看 我一定還是不要睡 在這裡顧他好 不然我也不放心 不可以的 你根本沒辦法分配 什麼是不是激情 萬一哪兒 還是說 雄雄 呼吸中止 你沒辦法做緊急的處理 你沒專業 或是要交給我更透明 就算是 對啦 都怪我 我幫你聽麻煩 放心啦 你說得很專業 不用想你多 你的二哥不會有事 你怎麼睡覺 插風 我看你怎麼早就睡覺 明天在一早 要搞定的事情要處理 那二哥就拜託你了 幸好 我看你 喝酒不然會最新 還有五叔你知道嗎 對樓家小公主的關心 也不太過頭了 平時要這麼近親 竟然為了要拿它凍酒 喝到醉了嗎 你到底是在想什麼 對樓家 Nur 短暫應該是還好誇張 睡就好睡 看二哥的總統 應該沒什麼要緊 應該是大嫂 辛苦照顧幾天的功勞 你是看二哥嗎 我的酒就像北京了 我才沒跟你討厭 我是煩惱你好不好 你別亂我了 唉唷 我也沒說什麼 你這麼長期改水要做什麼 應該好好的改水的人是你 你酒量這麼涼快 你為什麼都不告訴我 你才知道我一樓 這樣跟你講回來多辛苦 大嫂也照顧你照顧幾天 不好意思 我喝太多就斷片 但是換你什麼事我都不記得了 耍耍氣 劉東這是我的縣事報 算是你一直在泰國叫我的文件 不過我現在雙子很痠 我知道了啦 用錢的米包裡是有比較俗氣 不過我真的想到更好 讓我實在的方法了 那我稍等喔 我有時間 帶他去按摩 就是你二哥米包裡的 嗯 那這樣就說真的不如從命喔 這就能夠退下的浪浪 快要幾顆罐頭 安潔啊 我早上說有做什麼 老闆的事情 還是說什麼不應該說的話 嗯 嘖嘖嘖嘖嘖嘖嘖 二哥 我早上不才知道 酒品見人品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我的量力 你真的是人情人厚 不一樣 安潔啊 我早上到底有做什麼 你要直接說啊 你上班的太高 你喝小酒的時候清晨 我也沒人送在你啊 嗯 敢不 拜託 那個時候總控不一樣好嗎 我是給壞人放油啊 情有可原 我也是啊 欸你忘記了 我是為了要替他打通關 我喝五大幾個紅酒 阿龍又要怎麼帶你進去 射咪咪學長啊 好啦 我說啦 其實 你知道嗎 應該算是正常發揮啦 因為你最關心 是有很多壓力 所以才會在運動公園那裡 走來走去 不然唱歌 還在那裡表演打醉的全身 這又空翻 不然要跟我電說 你有很多才藝 哎唷 沒有啦 沒這麼厲害了 你應該才是你所說的 就是發洩壓力而已 二哥 我問你 你怎麼會記得你知道 跟我說你的小秘密啊 這個羅安傑還在找文堯 嗯 看你的表情 你應該不會記得對不對 我 我真的不會記得呢 你跟我說 你小時候 你媽都叫你小雨 不過 你的名字裡面 還不然有這個李啊 這不是很奇怪的 所以小雨 一定是你的小名 二哥 那你說的媽媽 是不是你進去幼院之前 使用你的幼母 不是你的親身媽媽對不對 你跟你的幼母感情有好 你對他還有什麼影響嗎 哎呀 那都過去的事情 我找到不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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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唉呀 啊 漂亮 不要 哎呀 二哥 你怪怪喔 你的幼母 叫你小雨 是因為明亮天空的意思 今天兩人 有小朋友 真正上了 你怎麼這麼快 對 而且也不太說 說一些 你幼母的事 你心裡心裡有什麼小秘密啊 怎麼有什麼秘密啊 你心裡太多了 快起來了 你如果沒有老實告訴我 我就不會讓你起來 你們兩個是在做什麼 安姐 你也稍微提供一個老哥 他的身體還沒回到總統 你這麼久他有在家 跟他玩的小朋友 大嫂失禮啦 大嫂 我聽安姐說 你照顧我幾乎 不好意思啦 造成你的麻煩 謝謝你 不用小的謝謝啦 大家看你的情形狀況 若是到我回後 也能夠更方便 是說安姐 你不就趕快去看一看 媽已經在樓盤吃早餐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